有一次我在讲一下公司 有一次我搭飞机 我那一次刚去美国 好高兴啊 用冲票要上飞机了 后来一个弟兄看到 哎呀行啊 要去美国坐好久啊 来来来我帮你换一下 让我深等一下 我觉得好高兴啊 就让我深等坐商务舱 我还没坐过商务舱 后来一上飞机坐在商务舱里面 一坐下来喝第一杯饮料 这个宫舱少少少爷就跑下来说 哎先生这个有一个人要你的位置 然后我说 啊 我不客气 然后他要为难 我跟他讲不要 后来他跑过来换他的脸 他一定要你的位置 后来我想怎么会这样子 我说好好好 谢谢主啊 给他换一下 然后呢 哎 这个位置在哪 往上走的位置 后来没想到是头的舱嘛 哈哈哈哈 我重点不是头的舱 我没看过头的舱是什么样的 我走进去呢 走着走着 哎呀怎么那么安静啊 哎呀好棒啊 还在前面 我从来不都听到以前的声音 然后一坐下来 看旁边一个人 哎呀上面带着手抱去 然后我不知道是谁 可是呢 我记得啊 我是记得一件事情 啊 只能十几个小时啊 他都不理我 哈哈 然后呢 用那种伤害性的眼光 哈哈 一直在咬我 或者做什么习惯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犹太人 哈哈 然后他都觉得 我是很结识 哈哈 哈哈 因为说要跟我换位子 所以那个人是阿拉伯人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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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知道啊 四年后跟他说 太难了 哈哈 他是感谢主 好 他说回来了 都很大 很棒 我们的精英是石头教主 对 他是防脚石 哎呀 当然你们知道 我这个过程真的是很难过 他不太多 我想跟他传语 那英文不是太好 就说太好 但是感觉 我本来想说 我们从这书 听到姬生 他脸 脸色更多好看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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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但是感谢主 我们的从这书是防脚石 对 对 他还把我们建造在一起 对 对 关于这一个 姊妹们 不要以为好像只是总共的问题 对 你看我们最亲的夫妻呀 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我们两个好像是个多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外方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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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北方体质 最喜欢吃粗面 啊 做的面呢 粗粗的 吃起来又包装的 而我姊妹是 爱人 他都讲爱男人 好 哈哈 哈哈 啊 就会做四五遍 哎呀 只做四五遍 然后呢 所以呢 结了后的第一餐吃的时候呢 吃不饱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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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跟你讲 哎 这个后来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发现哎呀 他这个偏差地别的感觉 也是真正的哎呀 真的是犹太人的外套 可是感谢主 主是我们的 旁家室 你今天在这位中建造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对 哦 我们需要运用它 做我们的 和食 啊 啊 阿弥陀佛